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了所有的位置 怎样?两会之后 为什么? 等等 两会之后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将会是如何呢? 是不是真的会在新人事之下做得比黑仔强好呢? 这篇文章 两会之后中国私企患有前途妈 这篇文章很长 我只是截录一些东西跟大家讲一下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之后 两会之后 人们继续关注中国私人企业的前途 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新总理李强的言论来看 人们似乎听到互相矛盾的两种说法 矛盾在中共来说是经常出现的 大家不用太惊讶 到底这种矛盾的两种说法 哪一样才是真呢? 才是中共真正的想法呢? 到时 我会这么说 到时他们真正的想法 好了 在3月6日 习近平向中国私营企业主伸出橄榄枝 大家不要害怕 实声称 我们始终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当自己人的 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给予支持 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 我们会给予指导 很温暖 其实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是民营企业家 而我又敢说的话 其实真的不要支持或者指导 最重要是不要理我便可以了 这句话 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男人想对他女朋友说 你不理我便可以了 你给予自由好吗? 中国新任总理李强紧随其后 在3月13日就任总理后的记者会上强调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长久之财 过去没有变 以后更不会变 其次鲜明 坚定不移 是不是很像男人的情话呢? 信不信由你了 然而在中国举行人大政协两会之前 2月28日习近平就在所谓的民主协商会上 特别强调了 要加强基层党建 什么叫基层党建 具体的内容就是 对混合所有制企业 非公有制企业 行业协会 学会 商会 要进行建党工作 这些过去都没有 现在不是 现在都要有党组织在里面 评论人士基本上的共识是什么呢? 中国目前的措施是要加强 中共对私人企业和企业家的控制 或者在中共的看来 扶植私人企业发展和控制私人企业 并不矛盾 这就是我的意思 哪有矛盾呢? 我关心你而已 是不是? 我辅助你嘛 所以我就要建立党建 所以不矛盾 虽然你的心就是 你不如让我走 不要理我 你一理我即死了 但是一些中国事务专家就认为 中共近年来 一直将控制私人企业 视为第一要务 中国的私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里面 其实得到大大发展 好像有阿里巴巴、腾讯这种私人企业 已经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 同时很多中国的私企也成为官商勾结 一起发大财的白手套 我帮你赚钱 不过你不要理我 习近平为什么要改变这种现状呢? 这个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也是中南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 陈灰德博士 他就这么说 他说过去的白手套 不是习近平的白手套 所以习近平就要改变这个状况 要变成自己的白手套 至于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 政治系主任叶耀元教授 就认为 中共高层的白手套其实一直存在 习近平也并不想拿走这些白手套 他只是想将这些白手套 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 利益是要通过习近平进行再分配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 再分配之余也有分别 过去是什么呢? 过去是各路官员自己做自己的 找自己的白手套 过去是山高皇帝远 管不了这么多 现在是皇帝要什么都要管 如果你想要赚钱的话 你就要亲自来和皇帝说 习近平现在要收归所有白手套 就要将这些白手套都要 现在都是由我 你如果要通过这些白手套来做你所想做的事 那你要先听话 这句话是说什么呢? 无论下面的官员你要找的白手套 或者那些白手套本身 都是要听习近平话 就是这样的意思 习近平不希望各路的共产党官员 予此竞争利益 你们不要竞争了 因为这个竞争可能会怎么样? 导致他们对于习近平有不同的看法 现在一切都要以习近平为依归 所以所有利益一把爪在我的手上 你们不用竞争 由我派 就是粗粮 吃吧 给一些来的东西 就是甄子丹 给一些粗粮 好了 一直以来 中国的所谓混合营所有制企业 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 就是国营和私营那种混合 一直都存在 就是企业中既有私人股份 也有国企或者政府部分的股份 这是一直存在的 大家都知道 而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 或者其代理人 以极少资金入股私人企业 往往只入1% 但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方面 拥有否决权 人们将这1%的入股 称之为黄金股 我不用出很多钱 我也不用拿你很多股份 但是我拿决策 叶耀元就认为 基本上共产党现在做生意 就是将私企业收归国有 习近平是一个很相信所谓的计划经济的人 和胡锦涛或者江泽民相对来说 差别很大 也就是说 习近平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 或者中国整个制度已经够先进了 所以可以透过国家机器 对每个私有企业进行控制 这个就是百年难得的机遇 现在到我 不用走以前那一套 走我现在那一套 所以 虽然现在说 就继续走私人企业 放心吧 你是我自己人 但是所谓的自己人 你怎样才能做到习近平的自己人 就是听他说 你才能做到他的自己人 好了 所以究竟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是不是私企呢 私企应该是由他们 就是有个incentive program 做生意是为什么 为赚钱而已 这么简单而已 赚钱有利便可逃 但是现在不是 你要跟党的指挥 所谓的计划经济去做事 你就变成了 就要成为这个 国家发展的一只企 这样是不是还是企业呢 好了 这种叫做国进民退的大方向之下 习共的经济发展究竟会更好 又会更差呢 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看看最新的一篇报导 不是来自外国的 不要像因子丹说外国传媒 经常唱衰中国 这是来自中国的经济新闻网 好了 这个 有些数据 说数据比较闷 大家要有些心理准备 从2016年开始 注销就是倒闭 公司不复存在 这个意思 中国微型企业的注销率 显著上升 是自2016年开始 不是近年 经济进入了下行周期 疫情三年 企业关门 企业的情况更加常见 近九年以来 中国重点的四十个城市 什么是重点四十个城市呢? 就是人口大于三百万 百姓相对富庶的城市 他说这四十个城市 每年都有不少微型企业消失 而在疫情期间 上海注销企业数量在全中国排名第一 上海是第一 你真的猜不到 好了 截至2018年 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超过了三千万家 个体工商户数量超过了七千万户 中小企业的定义和个体工商户是不同的 所谓是不同的定义 他说贡献50% 这些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接近一亿个 三千万加七千万 他贡献了什么呢? 50%的税收 60%的GDP 70%的技术创新 80%的城镇劳动就业 90%的企业数量 所以可想而知 他们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 不是阿里巴巴的大企 这些一亿家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才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支柱 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中小企 是占了香港经济的GDP和就业人数最大的企业 这九年间 这些重点四十成有多少企业被注销呢? 2022年 这四十个城市的企业总量是2821.6万架 注销总量是194万架 注销率是6.9% 这四十个城市常住人口是4.27亿 占中国人口的30% 所谓全国企业注销总量 注销数量 可以由此大致推算 这个文章说 人均可支配收入更能反映出老百姓的富裕程度 而对于企业尤其是刚才所说的微型小型企业 民间购买力是影响它的生存的关键因素 这一段简单说 这些企业注销了就多了人失业 多了人失业 就会令到民间的购买力影响 就更加多的微型企业倒闭了 他说在所有的注销企业中 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占了绝大多数 微型企业的注销量占了所有企业的一半以上 小型和微型企业总注销量占了所有注销企业的93%以上 文章认为如果在很多重要城市中 都发生了企业注销数量快速上升的现象 可能预示了经济下行周期的到来 在2016年微型企业注销率开始显著上升 约为7% 2018年就上升到8.8% 2019年就去到11.7% 之后注销率略为回落 但数值仍然高 大约是10% 你看到其实企业的注销率是一直上升的 自2016年开始 根据天眼的调查统计 2017年以来中国小微型企业注册 注册又如何 注销当然经营不发 或者竞争不离的企业就死了 注销 好了 一鸡死一鸡鸣 注册又如何 注册又持续下滑 不是增加 2020年降至1.41% 2020年小企微型企业注册量仅有613万架 较2019年减少了56.3% 五成多就少了 而年度注销数量却高达435万架 总数好像略有增加一点 而较2019年增加是84.3% 就是说注销量增加了84.3% 而注册量减少了56.3% 这就叫做此消彼长 就说2019年是历史峰值的水平 另外 好了 有企业倒闭又如何? 很明显税收就会减少了 中共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2013年 不是2023年 新鲜滚热了 就是1和2月累计 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6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跌1.2% 同比就是上年 下跌了1.2% 其中中央收入减少了4.5% 去到2.18兆元 2.18兆元究竟是减少了 还是收入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anyway 趋势就是 多了民间企业 微型小型企业就倒闭 而政府税收就减少了 就是这样的趋势 这个趋势会不会持续下去呢? 我是很有信心的 好了 看看 除了国内企业 支持不下去 陆续倒闭 还有 外资又如何? 看看 外资就说 美国那方面 现在只说美国 中国美国商会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 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中国人 外国人叫Michael Hart Michael Hart表示 美国企业 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态度 比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更加消极 这反映出 中国美国商会 对其 900多家会员企业的最新年度调查中 这个调查首次显示 有55%的多数企业 就不再将中国视之为前三大投资重点 即是他们将投资发展业务的地方 就不再视中国是一个合适的地点了 去年认为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 是他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企业上升了10% 达到66% 另外 与此同时 认为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欢迎程度降低的企业 也增加了49% 麦克尔克斯表示 在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之后 企业真的很累 他还强调了 除了疫情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包括差女变得更加困难 劳动力的成本上升 高管门不愿意接受前往中国的委派 和政治压力 以及中国对于经商来说 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香港也是 现在有了《国安法》之后 你真不知何时会踩到《国安法》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 但数据显示 两国之间的贸易去年创下了690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这又如何作解释呢? 为什么去年竟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创下新高 这个康内尔大学全球贸易政策教授 叫做埃斯瓦尔普拉萨德 他就这么说 现实情况是中国确实需要大量产品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技术产品 这是中国需要的 所以要去跟美国买吧 而美国确实有很多公司的供应链是涉及中国的 这个对全球经济很重要 因为这两个国家不仅对供应链至关重要 全球贸易的基调也是由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去决定的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脱不得 短期内就脱不得 这个也是为什么老徐在说俄乌战争的时候 我都说 我说 即使他现在有习共供应武器给俄罗斯 他可能暂时也不方便释放出来 因为一释放出来 你要说口齿 说口齿就要制裁中国 就好像制裁俄罗斯一样 但现在暂时真的做不到 好了 今天预备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其实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比如包括了什么呢? 美国司法部和FBI正在调查字节跳动涉嫌监视美国记者 还有 欧洲媒体曝光中国公派留学生终诚协议 要他们签个终诚协议 旅欧学人谈及告密文化怎样带到海外呢? 还有新冠溯源研究又有新发言 还有一宗就是德国和日本举行首次政府之间的磋商 两国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 还有 26年首次部长级交流 德国教育部部长访台 这些所有的新闻 我今天都没有力气再跟大家讲了 或者这样 看看明天吧 一来看看明天吧 如果不是的话 你知道如果你是我PATREON的会员的话 所有这些我今天讲的和我没有讲的新闻研究 都会放在PATREON那里供大家参考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多支持我的频道 有个CLASS 留言、赞、订阅、分享、订阅 另外可以成为我PATREON的会员 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再见 拜拜 Let's go!Let's do it!Come on now!Hey!Let's do it!Come on now!You got it!Let's go! Let's go!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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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by bwd6 by bwd6